砂锅是中仓料理中很常见的厨具 砂锅的开锅和保养简单易学 掌握几个步骤就能防开裂防粘锅延长使用寿命 这里我就以这份使用说明作为指导 示范一下砂锅的开锅和保养 第一步清洗 锅盖锅体用白洁布软面彻底清洗 我没有用洗洁精 因为杏砂锅内壁的微小气孔 可能会吸附洗洁精的乳化剂 香精和表面活性成分 清洗只是为了去除制造过程中的成土 使用清水就可以了 再用厨房纸仔细擦干表面水分 第二步煮茶 锅中导入清水 水量大约在距离锅体边缘1.5厘米的位置 浸泡一小时后 往火将水烧开 锅中放一包普通茶袋 茶叶是天然的趋务剂 煮茶室对砂锅的生存清洁 可以有效去除砂锅壁上的工业残留 关火浸泡1小时 第三步煮粥 煮粥的方法被广泡使用在砂锅开锅 米汤是天然的粘合剂 可以封住砂锅壁上的细口 防止剩水漏水 我用的是日本圆米 粘稠度较高 也可以用墨米 效果更好 慢火熬煮 期间注意多搅拌 避免米粒粘锅 煮至米汤粘稠后 一会静置一小时 砂锅开锅之后 依然要注意养活 使用后要彻底擦干锅壁内外的水分 大部分的砂锅都不建议干烧 高温状态下的砂锅 不可以直接放在大理石台面 皱冷 皱热 都可能引起砂锅炸裂 砂锅是物理防征 用面脆弱 所以不要用干湿球刷洗 不充饭隔夜食物 油脂要彻底清洗 避免油花 锅盖留一道分析 有利于通风 防止异味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头像 订阅关注 我是苏木木 一个爱追剧的美食咖